美国股市标出开年至今最大涨幅 由于去年12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加22.3万人 高于市场预期 失业率降至3.5% 显示就业市场成长强劲 但薪资升幅低于预期 出现美国联准会希望看见的降温讯号 让市场欢声雷动 美股三大指数6号全面齐扬 道琼暴涨700.53点或2.13% 收在33630.61点 标普500指数大涨86.98点或2.28% 收在3895.08点 纳斯达克指数强弹264.05点或2.56% 收在10569.29点 苹果带领科技股大反攻 特斯拉上演华丽逆转秀 盘中超过7%的失地全数收回 收涨超过2.4% 我们确实有很好的工作报告 分析师认为联准会在2月可能会升息一码 而根据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预测的数据显示 联准会接下来升息一码 并且在6月之前将终点利率维持在略低于5%的可能性 高达75% 不过有一件事让华尔街很害怕 美国众议院议长人选在经历10多轮投票后 到6号为止依旧难产 难堪的局面让华尔街分析师心惊胆跳 忧心如果继续拖下去 恐怕会影响财政政策 共和党闹内讧对美国今年夏天的取战上限之争 也是不祥之兆 政治专家则认为 美国共和党领袖麦卡锡 为了做上梦想的议长大位 做出许多让步 将大大削弱美国政坛第三号人物众议院议长的权利 也将为共和党主掌众议 增添更多不确定性 换圈下来您做不到 请订阅按赞分享 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